实际上我觉得科幻电影或者叫科幻小说 它更多的像是在做一项未来的一些试验 有点像一些像科学实验 做一些社会上的实验 假想了一些可能会出现的场景 然后围绕着这个来讨论研究 我们应该怎么做 比方说流浪地球这个 它所反映的这件事本身是有科学背景 也就是说我们太阳系 实际它的寿命是有限的 这个是科学的现实 不论但是未来是以什么方式结束都不好说 但是肯定未来太阳系会有一天会结束的 变成红巨星 是吧 这一天是会到来的 那所以都提出过问题 人类未来何去所成 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 这是我认为这些题目都是开放的 这也是在人航天 为什么这也是在人航天的一个使命 实际就是要解决人类未来 到哪里去的问题 我认为这些题目都是在人航天的一个使命 我认为这些题目都是在人航天的一个使命